12月13日,电影《江爱》在京举行新款预告片和海报发布会 导演张一白写女主演徐静雷现身现场 由陈迅演唱的新版《等你爱我》也首度发布 发布会上还启动了校园情侣的征集活动 片方广泛征集从校园时期就一起走来的情侣 导演张一白透露,最终入围的情侣故事将会被选入电影正片 MV或者纪录片中 徐静雷提到自己的初恋称 当时刻骨铭心现在都忘了 在遇到的时候觉得他是个很亲近的人 单独在一起就会觉得很尴尬 当时你觉得很刻骨铭心 现在确实已经都忘了为什么 然后再见面呢 就是很觉得这是一个很亲近的人 可是呢真的说什么 让我真的单独跟他在一起 我都会有一点对有一点尴尬 谈及新片《江爱》老徐表示 以前总在一堆男人戏中演花瓶 这次终于不用再演花瓶 他觉得很开心 而被问到是否并不反感花瓶这个词 老徐说他觉得被人称为花瓶是件愉快的事 并默认正在恋爱 我觉得花瓶是贬义吗 我觉得花瓶是褒义 我在夸自己 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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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三十多岁了 我觉得现在我就愿意当一花瓶 因为我的演技和能力 这个根本就不需要在 你的事业这么好 那会不会对爱情也是有一种期待 其实我觉得我爱情比事业好 为什么 你觉得很意外吗 大家都不太知道 但是因为我不能说呀 对因为私生活的事 我老觉得 首先我就平常我就不是一个特别爱跟人家讲 对张一白他不问我 我都不会跟他说 我觉得我不是一个特别爱情素人 但我基本上也不问他 对就我觉得私生活就是私生活 还是应该有一个 对对对 我不能每一分钟都是在活在所谓 就是对吧 那种娱乐圈 我更多还是生活在自己的生活的